城墙很快就变成了绞肉机 昨天的尸体都没来得及轻易 今天又添新丁 城墙有了窝口 倒还真不代表不能守了 只不过能运用的战术更少 更加需求硬实力与勇气 对方人再多 能同时挤在窝口上的又能有多少 天气越来越冷 飘雪一天比一天大了 只要守到雪天彻底到来 胡人自退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也有不足家庭 不可能无休止在这里搅下去 有了这个认知 那便有无尽的勇气 再怎么精疲力尽 再怎么淡尽粮绝 希望还在 皇甫永仙亲自正在口上 长毛只灌而出 把两个胡人勇士灌了个对穿 距离一甩 尸身猛砸向后 砸翻了一片战阵 崔元雍见光如恋 护在皇甫永仙身边 心中不禁佩服 不知道自己老来 还有没有这样的神威 作为世家嫡子 早前的崔元雍 很难带入边塞将士的情感 也很难带入 皇甫永仙在想什么 在他看来 即使胡人入关多半 也需要和崔家妥协 便于快速稳定天下坐江山 到时候只要旗帜一换 清和崔还是清和崔 流水的王朝 铁打的世家 皇甫家岂不是一样 何必拼成这样呢 皇帝不管是 那不是挺好 我们做土皇帝更没障碍 他此来边关 说是帮助防御 实际上更多的意义 是为了战阵的历练 他想上元榜 这是上好的磨练之地 但是几个月下来 打着打着 崔元庸的内心就有了微妙的变化 昨天还笑哈哈一起喝酒 骂脏话的友人 今天便是城墙上的尸骨 尊敬地喊自己崔公子 崔统领的下属们 这几个月来已经换了一茶 又一茶 年轻的脸走马灯似的 在面前轮换 有一种麻木 生死都变得很淡 但也有一种血在心里上 好像自己的血也随着 他们一起被交注在这个官城 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不是砖石 是血肉 朋友的 下属的 以及自己的心血与灵魂 那是江湖历练所体验不到的 与成邪王的心 我在 官城就在 崔元庸终于理解了皇甫永仙 让这样的人放弃 比杀了他都难受 那就不放弃 父亲说是不可谓就撤回清河 抱歉了 做不到 当 不远处 树柄长矛戳在司徒孝身上 发出金铁交鸣的声响 司徒孝露齿一笑 中间扫过 头颅飞起 崔元庸有些羡慕 这刀枪不入的横练 在这种战阵上太方便了 别人还要披甲 笨重不变还没他防护的齐全 司徒孝这种人 在这里比自己发挥的余地大多了 不过也会翻车 欺负普通士族好用 一旦对方是个高手 就很容易破掉 司徒兄小心 崔元用飞行电射 一键刺在一个偷袭者的咽喉 司徒笑转头一笑 谢了 本来不想入侠客营 就是不想看世家子二五八万的脸 想不到你还真不错 比王赵灵强 崔元庸无奈到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 我说这个的意思是 如果你撤了 我不会笑你 清河崔的笛子 没有死在这的道理 为什么清河崔的笛子 就不能死在这里 崔元庸很是奇怪地反问 神皇宗的笛传 莫非想走 司徒笑道 我们不过江湖五人 今朝有酒今朝醉 神皇宗能传承的人多了去了 不少我一个 崔元庸一件次向前方敌人的咽喉 笑道 巧了 我也是 司徒笑仰天大笑 那就不说晦气话 我们都不会死 你妈的 晦气话谁先说的 崔元庸美好气道 凭什么觉得不会死 司徒笑道 没什么 随便鼓个气 反正只要此番你我不死 人榜便上定了 老子可不信什么 薛沧海之流有这样的历练 草 崔元庸抬头 看向无穷无尽的人海 心中觉得是真会死 他忽然冒起一个念头 赵长河去敌后那么久了 之前还闪过乱世书 然后就悄无声息 这边的情报网都失去他的下落了 该不会已经死了 哦没有 乾隆陨落 乱世书应该也会闪一闪的 没闪就是没死 也不知道他在摸什么鱼 更不知道自己和赵长河哪个死了 妹妹会更伤心一点 将军 不远处有人匆匆向皇府涌先汇报 西北远处有烟尘 疑似战师不足在接近 皇府涌先一毛 挑落一名胡人 神色微变 终于来了吗 旁边听见的崔元庸等人 神色都很是难看 本来还有希望顶到雪天 可这胜利军再来 怕是真的顶不住了 胡人金杖 铁木尔站在阵后 远眺城墙上的战局 下军明显淡尽良绝了 以前还有滚油往下坡 现在都没油了 纯靠血肉来扛 但他们也打不进去 皇府涌先这样的速将 防守布置几乎没有任何漏洞 比乌龟都难啃 再拖的几天 自己这边人心也要散 很多下属和部族都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不肯亲自出手 突进去摘了皇府涌先的脑袋 可他知道不行 并不是别人脑部的夏龙渊 会出现牵制 铁木尔知道没有 夏龙渊还在惊失 他也不会顺移 只是有的口子不能开 今天你天榜能去突入战阵杀主将 明天夏龙渊就敢纵横草原 见谁杀谁 把整片草原染成血海 连一个月红林在后面纵横 都多少人捉不住 要是夏龙渊呢 到了这种层面 大家必须遵循一定的默契范围 铁木尔倒是真佩服尼勒教 那乱的事情夏龙渊可不会和尼勒讲默契 他怎么敢的 王家都不敢 结果夏龙渊还真没动 岂灾怪也 铁木尔的目光更多的还是落在崔元雍斯图笑等人身上 眼神有些叹息 中途乾隆如此 气数未绝 虽然其实值得称道的人很少 终究是有的 只要还有 气就没散 不过很可惜 他们终究人少 城墙被轰出了 窝口就是一个典型标志 他们快顶不住了 铁木尔观察良久 微微抬手 让秃就不足压上 正在此时 有人来报 战师不足正在西北接近 说是前来之源 铁木尔愣了一下 微微正媒 我派去战师不足的使者都还没回来 他们就自己来了 多少兵马 士兵道 估摸有七八万众 七八万众 在绝对实力上 和金帐韩国有很大距离 但此时此刻 就是一个极其要命的变数 别说七八万了 就是一两万都能让人很头疼 七八万是能要命的 巴图此来 毕竟黄沙级 乌巴鲁怎么也没传信 竟让巴图来得如此突兀 没人能回答大汉这个问题 有人小心道 如果巴图是绕过黄沙级 乌巴鲁将军一定会发现不对 此时应当率众追其后方了 让初救部族转向侧翼 西北列阵 铁木尔豁然起身 无论巴图是来干嘛的 也无论乌巴鲁是否前来夹击 不可大意 伯先生 他转向帐中一位萨满 神色肃然 此乃与南蛮交战之时 如果有人内乱 可不再是常规的不足之争 神殿管不管 萨满起身行礼 大汉烧安勿躁 巴图哪来胆子作乱的 多半真是来参战的 且带我去见见巴图 确定一下来意